出去玩玩累了 回到飯店想休息 不需要動手 小美希 晚安 以為您設定晚安模式 不只燈全部關起來 窗簾也會拉上 而且還播放安眠曲 讓你一夜好眠 電影裡的科技情節 來到飯店就能享受 靠的是這台AI智能音箱 電視轉台 室內溫度 甚至飯店送餐 都可以一嘴搞定 我需要兩瓶礦泉水 稍後為您提供客房服務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消費者也開始不喜歡 接觸太多的觸碰的按鈕 那透過這樣的智能的管家 增加了一些 不同的消費者的體驗 但這套系統厲害的 不只是語音對話或聲控 也是飯店產業的一場革新 現在一直在推廣 所謂的不在房內放一次備品 所以我們可以想說 假設你今天有300間房 你一天大概要接到500通電話 任何問題 任何需求 到了我們的管理後台裡面 他都會去幫他做一個 自動化派單 自動化解單 國外飯店實際應用下 前台電話量 減少約三四成 也不用等到前台人員有空 才能分配任務 大大提升服務效率 但要怎麼正確接收執行指令 靠的是自然語言AI 這個需求有沒有送出去了 然後這個需求是不是有被執行了 然後最後是執行的效率是怎麼樣 然後這些東西每一個月累積下來 就是飯店它可以回去再去了解說 然後客房服務裡面 效率最好的是什麼 最差的是什麼 那這個其實是 已經是在整個自然語言 就是語音互動過程後面 另外一塊很大塊的一個 所謂的商務應用環境 AI風潮起飛 相關的應用不是只有聊天機器人 卻GPT 從消費到商務面 都積極跟上產業發展趨勢 抓緊AI上機 以下新聞住家宋黃命成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